這個函數裡面他有那個三角函數裡面有個π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那個π取得啦 那當你按確定啊那個π他也會自動幫你 放在一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幾個方法啦不然就是 在那個儲存格裡面執行π然後再把儲存格裡面東西搬來用 不過這個好像要多一個步驟喔 所以第二個如果假設我今天需要取用π裡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呢這個東西實際上 函數他實際上是在isail裡面那isail裡面的話他有個叫worksheet function 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worksheet function 那worksheet function裡面就會有個π啦所以如果我要取用 這裡面的這個值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剛剛的程式部分的話 再多撰寫一行 這個我把它再複製一下 Ctrl鍵按住 那其實也可以Ctrl拖拉啦反正就是程式再寫一個只是特別注意你那個sub名稱不能一樣喔 把這個改一下改叫π好了 這個我是 就是 主要是取得π 比如說我用這個取得π 把註解再改一下 取得π的值 OK 那這個π的值呢 當然怎麼取得啊 第一個我剛剛本來是用被的 不過這個 假設每次都要被 其實太辛苦了 因為其實 很多資料在電腦裡都有 而且現在好像最近很多專家都會一直強調說 不要叫你的小孩去背 背那麼多東西 因為沒有必要很多東西其實電腦裡面都有 好像最近我 今天好像有看一個什麼大前研一吧 趨勢專家 一直強調說未來的世界不一樣 千萬不要像你那個年代一樣 什麼都叫他背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個說法 好像也不完全正確 因為如果你完全叫他不要背 他其實還是很多地方 會做不出來的 所以適度的還是要把重要的東西把它背下來 那不重要的東西有些東西 就直接先把它放在雲端上 就像我的做法這樣 我覺得感覺好像會比較恰當 不然的話 所有東西都堆在腦袋裡面 一定會 一定會滿出來 所以 像學習也是這樣 這種東西如果短時間你要把所有東西堆在腦袋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有些同學已經快要 就是已經滿出來了 所以 看得出來是已經滿出來的狀態 所以 當然 也沒有關係 你至少聽 那我也會把它錄下來 反正 就怎麼樣你就是不要放棄 反正就是 就是堅持 像這種東西一定要堅持 如果你不堅持 很多人就會 中途就想要把它放棄了 那學習並沒有那麼困難 真的要抓到要靈 像我們這個地方 如何去抓到什麼呢 剛剛那個 我們只要是內部 函數的所有 像那個函數π的話 那實際上你要注意 一個重點 Excel如何存取 就用物件 那 像剛剛儲存格是用Range 如果說我今天要存取的是 那個Excel裡面的資源 可能要稍微 記一下這個物件名稱 它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其實Application這個單字 其實就是像現在的那個App App的縮寫 其實就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這個物件呢 實際上就存在於那個什麼 存在於Excel 實際上就指Excel 也就是我要 跟Excel 要什麼呢 要這個東西 所以第一個你告訴他說 Application裡面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叫Worksheet function 所以呢 你就點一下 那Worksheet function那一行字喔 那個 那個名稱 名稱太長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習慣用點 不過你點下去要有清單 前提是你的Application 那個物件名稱不能夠拼錯任何一個字 如果你點下去發現奇怪這個清單沒出現 那請你檢查一下你Application這個單字有沒有拼錯 如果沒有拼錯 那恭喜你一定會有清單 那你只要打一個W 往下找 再打一個O Worksheet 其實就是什麼呢 工作表 的 什麼呢 Function Function指的就是 這個函數 意思就是他 這裡面所有的函數都放在 這一個子物件裡面 OK 那你就點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裡面 從A到Z所有的 函數都會在這邊顯示 當然你不用慢慢找你打一個P好了 有沒有發現 P 就出現了 OK他利用這樣的方式喔 可以 幫助我們去 存取Excel裡面所有的函數啦 反正以後如果 你要 假設有些功能沒有 但是Excel裡面有 如果你剛好又熟悉的話 那你可以藉由 這個Worksheet Function去存取 好 存取之後的話 他就幫我把剛剛那個P 裡面得到的值喔 剛剛本來 插入函數是放在儲存格 那現在的話 不是放儲存格 是 直接把那個值 丟到這個P裡面 幫你做後續的計算 大家如果說 裡面的值 你不確定說 是不是真的取得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設個中斷點 然後呢 看你要停幾個啦 都沒關係 那我就多點兩下 這個是增加中斷點 取消也是在點他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他停在這裡 你按F8 F8就是執行這一行 那這個時候呢 我教各位一個小技巧 游標請你放在上面 他就會出現就是說 如果你這一行執行過 他會把 這一行裡面 執行的那個變數裡面的值 會顯示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 那個VBA這個開發環境 甚至比那Eclipse 更好用 其實 我覺得 友善程度啦 應該很少有 開發環境 能夠超過 VBA的 而且他還是一個內建的功能 OK好 那這邊的話呢 剛剛我們就知道之後的話 A 輸入半徑 就輸入一個 7好了 OK 那輸入7之後的話呢 他這個A裡面就放7嘛 那 不過你會發現 他裡面是放7的一個字串 那很妙的有沒有 如果我說 他這個VBA還蠻聰明 你放個字串 可是將來如果說前面有乘啊 有這個計算的話 他就會又自動幫你轉換成 數字的7 所以那個VBA這一點我想應該是 友善程度 如果比起其他語言 這一點 真的是 很高出許多 所以很多人問說 到底那個VBA 他哪些地方會比其他的語言 來的友善 可是很多人可能都 說不出來 OK 所以這一點我想很具體的 好那這個地方他自動幫我轉 轉完之後的話得到一個面積 那這個面積的話呢有小數點 那我還是一樣透過format 不過或者你也可以用run都可以 然後把它取到 小數點的第2位 OK那這樣的話 就把它執行 出來 結果就到小數點的第2位 把它輸出 OK所以這裡的話呢 比較重要就是我們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叫做application 點 特別說你這個 這個物件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 很多功能 都是 是必須要透過application 再幫我們實作的 那VBA裡面用到他的機率實在太高了 當然如果你對於這個application 物件 有興趣的話 當然有個方法 其實我剛剛 講過就是你點下去 他裡面的所有的方法 跟屬性 全部都會出現 也就是說這裡面所有的功能都在這裡 細節部分 我覺得VBA他有一點還不錯就是 你可以按F1 在application上面按F1 他會自動幫你跳出那個相關的說明 比如說你要找application物件 他可能找到application屬性 那裡面或者你可以到那個 這上面 你可以找一下相關參考 比如說像什麼 程式語言 程式語言參考 裡面呢也有所有物件 有沒有這邊屬性方法 他裡面有 物件的 事件 常數 沒有提到物件 應該是什麼 什麼 呃 這裡面好像 有一段 物件模型參考 在這裡 開發人員參考裡面的這邊有物件模型參考 他把所有 Essale裡面 的任何功能都變一個物件 那如果你要了解他怎麼使用的話 比如說像application這邊也應該有了application物件 有沒有 application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application物件 那他裡面有哪些成員 基本上物件 你們要使用就包括兩個 一個是 方法 方法是有點像動作 做什麼事情 一個是屬性 屬性就是他把什麼資料放在application的什麼地方 像剛剛那個worksheet function裡面的點牌就是一個屬性 他就是記錄那個圓周率 那如果你要徹底了解的話 你就把它點擊啦 方法 他能做什麼 像最常用的 像什麼呢 on time 這個on time 就是說 有點像鬧鐘功能 你希望Essale幾點幾分幾秒做什麼事情 執行哪個程式 用on time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一段時間做一次 比如說一分鐘做一次 一分鐘 一分鐘下載網路資料一次 一分鐘下載一次 application點on time 告訴他執行哪一個sub 就OK了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你點擊他有沒有 裡面也有詳細的說明 其實這些都已經現成了只是我發現大部分同學 對於那個讀資料這個能力還是不是很熟 主要原因我跟各位講這個資料並不是要你去當 文學作品閱讀 因為實在是 從頭到尾很多地方是不通順的 可能比小學生寫的作用還爛 因為他可能是翻譯的 所以你要記得 記關鍵的 比如說他傳哪一些什麼引述 有沒有哪一些是必要的哪一些是非必要的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怎麼傳底下都會有範例 OK 所以如果說幾點幾分你可以用這邊有範例 你application on time now 現在的時間加15秒 去執行這個sub 這個是sub名稱 他就會幫你work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這一行複製貼上就可以執行 好那這邊的話 大概跟各位提一下這個這個地方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拍的部分 一樣我會把 你會不會太悲劇了 我會不會太悲劇了